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歌词 多好吗 多好 出去 出去 就放手吧 别启想他 这世界有很多爱你的人哪 就放手吧 别启想他 别跟他搅 搅和了 哪来的你就哪 哪去 去吧 放手吧 放手 有剑 谁咋来了呢 忙着呢 坐 什么情况 商量个事 啥事啊 咱们这个项目 我觉得 时机是不是有点不那么太成熟 不行 咱们就先停一停 不是 那哪行啊 不是 你咋要停了你现在 咱这项目在会上 现在马上都要签合同了 你现在停了 那我不废了吗 不是 你 你那有啥事啊 我没事 怎么跟你说呢 咱俩之间吧 有话你就直说 李大成找过我 我这嗓子都哑了 天天一 有时候一天演好几场 阿姨 你看咱们吃过苦 尝过甜 不知不觉又一年 这回值得不 啥事 看没看 我不看书问 没看过 老苗 没看过 没有 你咋扒瞎呢 你不把这书拿走了吗 两三分钟就拿回来了 然后你特意跟我说的 白天别看 晚上看 我告诉老苗 老苗 梳理一千块钱 你现在拿着的就拉倒 要不然 我扣你工资两千 总经理 他俩就不冤枉人呢 哪有一千块钱呢 不就五百块钱吗 来吧 给我整二百张票 啥二百 二百张票 你咋想的啥呢 你要说平时的话 你要十张二十张短票都行 你这一下光有二百张 你清得露馅了吗 开玩笑呢 那怎么能露馅呢 二百张票也不多 啥时候啊 现在正是旺季的时候 你一下光有二百张票 还不多 老板 还有一百八的票没得 啥你再说一遍 我说的是 还有一百八的票没得 还有没有 有没有一百八的票啊 对头 有 我们不给你看一下啊 你帮我看一下 那没了 哎呀 老妹儿没有了 没得了 没有了 我跟你说三哥 你这脑袋绝对是精神脑袋 太厉害了 我以为团后那个事一出 咱们倒票肯定是会行 但是我没想到我三哥 你就挂挂挂 这么一操作 咱们这样比以前都多了 真厉害那是 哎呀 你也别夸我了 咱们只是取得一个 阶段性的一套成就 也没啥值得骄傲的 老板啊 是我二柱子 对不住你 你 就为了给我留个后 那 有什么个平 放心吧 好 老板 就你啥样 我二柱子都伺候你 哎呀 你不爱插人传吗 你爱听着玩 我陪你插 我陪你唱一辈子 一呀 灯啊 一呀 月呀 没出来呀 吊残美呀 女呀 走下楼 来呀 你跟山姓结婚可不可以 那我肯定是同意 但是 不可能的事 你同意就好 然后呢 这里头还有一个 小问题在里面 其实 我跟山县 真要能在一起的话 别的都不是问题 那好 那我得告诉你 山县怀了赵三儿的孩子 怀孕了 幸福怀孕了 赵三说走就走了 这也太不负责了 这 这也 总而言之 赵三是跑了 就从他这一点 他就是回来 我们也不会接受他 对 还有一个事我得跟你说 就是那个 山县怀孕那个事 目前呢 基本定下来 他没怀孕 什么 谁给定他的 通过他的反应 还有他的语言 我觉得 确定他没怀孕 那你给定的 不是我定的 我是看他的表现的 他定不定 我的意思呢 这个事到此为止 别再跟别人说了 我跟谁说去 我就听他哥说 他没怀孕了 我没听别人说啥 你咋来了呢 把这四个照片我推了 我刚给你推四四照片 那你不给我推 谁给我推啊 这样我都整完了 一会儿我就僵上去了 当初我不让你拿那么些票 你非得拿 现在你整不出去 你往我家推 我咋给你推啊 我自己给你垫钱呢 你要不推 就窝藏自己手里了 我这边 我也没事 你别忘了 这是咱们大伙钱 要赔大伙都赔了 你的钱也在里面 回头 谁呀 把书浇出来 我大闺女啊 老爸 我还没看出来呢 你这无不流言的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呢 对啊 我回家了 邻居说你赶着上课呢 我这儿来了 我就找过来了 嗯 我大闺女 这厉害 有玩意呢 嗯 爸 我不想到别人家住 在别人家住就睡不着觉 儿子 你听爸给你解释啊 现在咱家有事呢 太多了 实在住不下了 完了你跟你妈呢 先出去住 或者一天两天 咱就回来 行不行 我们老师告诉过我 解释就是掩饰 你老师说的不一定对 爸也没跟你掩饰 咱这酒店没见完 见完就好了 你不告诉我 听老实话吗 这次可以不听的 行不行 我有个事想跟你说 说 我发现 酒盲子最近有点不正常 他啥时候正常官啊 那不一样 最近他出手贼大方 没事就给大伙发水果 而且他那些水果 都是在咱们留了根大火台 门口那些水果台 刚拿药的 谁还不敢不给他 他还不用花钱 最近还跟大龙混 混一起去了 没事在一起喝酒 没事就喝酒 你还不喝酒 这个胳膊就别挂了 为啥呀 改家还没行过啊 再说了 我教的你的事啊 你可想被被这么暴露 不能跟人说咱俩是天下鬼 跟我那眼看出来 不能 不能看出咱俩是出的样 那就不行了 我本人给他干活 才把老伴整的 愿意看成啥了呀 两口盖子看成啥味 你就是我咋不开的 上面给老哥做饭的 你做了一口饭菜啊 老哥肯定爱吃 就要吃了那咱农村的 那口饭菜那个味 你做得很好吃 我有点 老哥长得啥样啊 啥样 吓人不 你看我吓人不 你看你吓人不 准备咋样呢 我已经准备好了 而且特别有信心 只要咱仨好好努力 一定没问题 是 但现在有这么个问题 你那个东北二人镇大赛 他得俩人去 咱们仨现在是一回家 你知道给咋整的 只要两个人 可是咱们仨天天在舞台上搭 这要让晓月不去 他得多难受啊 那咱俩得商量商量 咋跟晓月说啊 这事咱俩就别操心了 要十如定 对 黑妈姐 你说得亏了 我把这张脸做了 正好赶上这餐餐 你说我这要是没做呢 我不去不上了吗 真是老天爷在帮助我 你现在是真自信啊 你现在是真自信啊 我们几个人吧 就一心就想为山庄干点啥 你看山庄这散客进不来 对山庄来说不也是损失吗 咱们就行 接点散客 挣点钱 也不把咱们个儿那腰包踹 咱们都攒一堆 完了一起 都往山庄交 你说我们就做这事 这没人支持啊 其实你的脸没动 要完了你 没事 早晚都得告诉他 他现在状态挺好的 他那性格你还不知道 他自己要知道的话 都得埋怨咱俩 说咱俩骗的 没动 你的脸没动 那医生说了 五八五八就行 不用动冰箱 什么动 他根本就没做这个美容手术 我做没做我还不知道啊 那你没做没做 我还不知道吗 能不能低调点啊 要完当这个经理 研究室领导办案定下来的 你跟他还叫啥劲呢 你整几眼睛给你开了 你还得到啥呀 开就开呗 我还怕他呀 那连带我也开了呢 还有我呢 咱一起走呗 和徐北风去呗 不是想了解一下这账吗 雷叔 没有总经理的同意 这账不能随便看 不是 你不让咱看账本 是不是有啥说道啊 有什么说道啊 那没有说道 你让咱看看不就完了吗 对 这 这前一段时间 二伯爷总经理 买那几匹马啊 咱也不过一下 看看花多钱 对不起 这个我不能告诉你们 这是财务纪律 梁梁 爸爸结婚了 你结婚了 是 你结婚你咋不告诉我一声呢 结婚的时候吧 正好吧 你 在这个集训 爸爸就没通知你 怕影响你训练 你说你啊 都多大岁数了你 还一口一个娇气 一口一个娇气 我都不好意思 打得不得劲了 我听得别扭 你听得别扭 你就是太在乎我了 最好听得我高兴 你 你